柳生一剑与燕北飞在天山雪岭 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比斗 最终燕北飞技高一筹 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 用柳生一剑的剑法击败了柳生一剑 挽回了整个中原武林的颜面 然而两人之间的比斗 无论谁胜谁负 都将落入三大掌门的圈套 先是落败的柳生一剑 他的一切就是他的剑 为了发挥无情道的最大威力 他狠下决心斩断牵挂 杀死了不远千里前来寻他的欺负 如今道好 他竟然败在了自己的剑法之下 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柳生一剑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来到江边拔出了身上的短剑 准备切副自尽了此残生 得知柳生一剑重伤的武林人士 怎会放弃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纷纷到来欲要围攻柳生一剑 然而讽刺的是 即便柳生一剑已经切副 这群武林人士却依旧不敢动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生一剑 一步步地走向水中 最终直挺挺地倒下失去声息 而这些蜂拥而至的武林人士 正是三大掌门的手笔 他们心之两大高手比斗 无论胜负都会受伤 趁你病要你命 便是这群正道伪君子的卑鄙手段 放心吧 就算他的仇家杀不了他 我们准备的三大派高手 也会送他上黄泉路 说得对 我只想看看柳生一剑被人军杀手 他有多狼狈啊 沧松认为尽管柳生一剑杀人如麻 可毕竟是正大光明的挑战 为何要对他赶尽杀绝 泰山派掌门黄斧蜀文言 立即训斥起了沧松 表示沧松就是死在柳生一剑的手上 沧松不应该对他心存怜悯 说得对 不过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会亲自把他杀死 你跟我们同在一条船 不能够心软 划分两头 出芒假装前来探望燕姑红 实则是在打听燕北非的情况 他在燕姑红包馒头的黄纸上 发现了些许药物残渣 因此怀疑燕北非受了内伤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楚莽进入了燕北非的房间 发现燕北非果然在喝药 楚心如连忙起身解释 表示不是故意欺瞒楚莽 楚莽装作慈祥的老岳父 询问起了燕北非的伤势 气质神医已经被北非看过了 说他的伤没什么大碍 如果要完全康复 就要等一年的时间 十年也不要紧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行 得知燕北非的情况后 楚莽拿出了一瓶零血丹 可以让燕北非的内伤 在三个月内恢复如初 楚心如见状欣喜若狂 以为楚莽真正接受了燕北非 丝毫没有怀疑楚莽的来意 随后楚莽告诉两人 他已经广发英雄帖 要在半个月后为两人举办婚礼 地点就在白云山庄 画面一转 武当派的两大长老找到苍松 将苍碧的流信交给了他 苍松 柳生一剑犯我中原 燕北非是魔教于孽 二人不论胜负 务必一概铲除 无论是燕北非还是柳生一剑 都是正派联盟的耻辱 老谋深算的苍帝屈虎吞狼 最后坐收渔翁之力 要将两大高手一并铲除 苍松为人光明磊落 本不想行此卑鄙之事 奈何两大长老步步紧逼 明示苍松要想真正成为武当掌门 就得配合正派除掉燕北非 而他身为燕北非的挚友 若是由他出手偷袭 燕北非定然在劫难逃 什么 你们要我杀燕北非 你是武当代掌门 为武当三千弟子 你必须怎么做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掌门的遗言 杀了燕北非 苍帝对苍松有之欲之恩 苍松为了不辜负苍帝的信任 只好答应了两大长老 半个月后 燕北非和楚心如即将大婚 燕姑红很是喜欢外公楚蟒 要送一份礼物给他 楚蟒半开玩笑地表示 要燕姑红最宝贵的东西 我每次亲我娘 我娘都说我是他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你确实是最宝贵的 婚儿 你待会儿不要去参加婚礼了 在这里陪外公吧 楚蟒动了侧隐之心 要将燕姑红留在房间 或许可以保派一命 奈何燕姑红执意要去大厅 看望父母拜堂成亲 这让楚蟒有些深感无奈 这也许是天意吧 你要跟着你爹和娘的话 我也没办法